全世界最好的医生到底在哪里? 是在美国、加拿大、新加坡还是澳洲? 哈啰,大家好,我是智利 今天我来跟你们探讨一下 全世界最好的医生到底在哪里? 那么其实世界上最好的医生 不是在什么国家 其实就在我们身体里面 就是我们最好的免疫系统 那大家有没有想过 其实我们喝进去的水啊 我们吃的食物 我们碰的东西 甚至是我们呼吸进去的空气 其实都存在有很多的污染物质啊 或者是这些微生物 那这些外来的防疫因素 其实都会对我们身体 造成一些威胁 那除了这些外来的因素以外 我们身体内部也有自己内在的问题 那有没有想过 其实我们身体会不断的更新吗? 那就是我们的细胞会衰老、会死亡 我们的细胞死亡之后 就会产生这些新的细胞 因为我们身体不断的产生这些在生能力 产生新细胞的时候 难免会产生一些错误 那这些错误就会造成我们产生了一些不健康 或者没有办法正常运作的细胞 那如果这些细胞 发生了一些记忆突变的话 很有可能会变成我们所谓的癌细胞 如果癌细胞没有办法 其实被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解决掉 或者消灭掉的话 它就会日积月累 就会变成我们时常听到的癌症肿瘤 cancel去 那面对这些种种的外在还有内在因素 我们其实很多人都也可以活到 健健康要活到现在 那就是因为我们与生俱来 就有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生在我们身体里面 也就是免疫系统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很复杂的免疫系统 其实又有什么细胞 什么组织 还有什么细胞一起组成的 首先我们就有这个骨髓 那骨髓是我们身体里面 负责制造白血球以及红血球的地方 其中也包括了一些免疫系统 进行一些特别的军事训练 再来第三就到我们这个免疫系统 免疫系统可以算是我们身体的 80系统里面的其中一个第一道防线 那它对我们这个骨髓道里面进来的 外来游行者其实有非常非常高的解体 再来说呢 这个免疫系统就不可以不提到这个零八截 零八截是我们免疫系统军队里面的首位军 怎么说呢 它其实可以握浴以及困着我们的外来游行者 让它可以更好的被抵抗以及被侵吐 还有这个皮杖 皮杖就像是我们工厂里面的我们身体里面 军队的半腰工厂 它是负责制造我们的抗体 然后让这些抗体可以更好的识别这些病原体 让我们免疫系统可以对它进行破坏 那免疫系统里面的免疫系统就像是一个 有着抵抗能力的军队一样 驻守着我们的身体 防止我们很容易的省力 我们的免疫系统非常的复杂 在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遍布我们全身的通讯网络 也就是说当它侦测到一些外来游行者或者病原体的时候 可以发送讯息 让更多的免疫系统可以到场来作战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免疫系统有哪一些 首先就有我们这个皮细胞 皮细胞是负责制造我们的抗体 也就是我们的军事里面的弹药 来帮助给我们破坏这些病原体 同时我们也有这个T细胞 皮细胞和T细胞是一起互相作战来保护我们这个人体 再来就有到这个巨石细胞 巨石细胞它可以吞食以及清除我们的微生物以及外来物质 或者我们细胞之前有提到如果细胞衰老或者死亡的话 也是由这个巨石细胞进行清除功能把它吞进去而消灭它 再来还有我们的自然杀手细胞 自然杀手细胞可以与其他可以杀死 癌细胞的免疫细胞一起合作 然后共同对抗这个癌细胞 那免疫系统除了可以很有效地破坏这些病原体 或者外来物质物质以外 它其实也有很好的记忆功能 那下次如果有同样的病原体 或者物质物质要侵入我们身体 它其实就有这个记忆功能 知道很好的知道要如何反应 如何来对抗这些外来的物质者 我们不难发现如果一个人的免疫系统健康的话 他遇到一些病毒或者外来的物质者的话 他其实不一定会生病 但是如果免疫系统非常的虚弱的话 即使是普通的感染也可能让他致命 如果免疫系统虚弱的话 就没有办法与这些外来物质的战争 那比如说癌细胞 如果我们的免疫系统虚弱的话 没有办法战争这些癌细胞 癌细胞都会不断的破散 就形成癌症肿瘤 但免疫系统也有可能会发生故障 造成一些肢体免疫系统的疾病 其中就包括我们的黄斑性蓝肠 类风湿关节炎 一型糖尿病 以及我们有披肩 那么要怎么很好的滋养我们的免疫系统呢? 那我们首先就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健康的生活作息 其中就包括我们需要有适当的运动 冲突的睡眠 我们还需要摄取正确的饮食 还有我们需要保持一个健康的心情 摄取正确的营养 以及健康的免疫系统事件的关联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营养免疫学研究的核心 那听到这里 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 为什么免疫系统是世界上最好的人生 希望你们收敌 那我在下一集的时候 给你们分享我们免疫系统 需要什么样的营养 才可以达到更好的植物免疫系统 谢谢大家